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3日凌晨公告 武汉全市城市公交 地铁 轮渡 长途客运暂停营运 机场 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中国民航局也在21号表示 为旅客提供涉及武汉航班的免费退票服务 在美国营业的中国航空 南方航空 海南航空 东方航空 厦门航空和国泰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随后也发布通知 为日前购买机票航程涉及武汉的旅客提供免费退票或改签 行程日期最晚到3月29日 有需要的民众可咨询不同航空公司各自的改签和退票政策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